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80年代末期,越南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挑衅 威胁到我边境人民和平安全 中国忍无可忍后,于1979年2月 对越发起了自卫反击战 按照邓公的说法就是 小孩子不听话,要打打屁股了 仅用28天时间,便直接打进了越南府地 到达预期目标后便撤军为侵占越南的一寸土地 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是我们大众所熟知的历史 但是问题来了 越南为什么要侵扰我们呢 他们怎么威胁到我国和平安全了呢 从中越友好到中越战争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呢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聊一聊 对越自卫反击战背后的历史原因 时间倒回到1955年 越南内战爆发 当时北越的背后 是社会主义阵营中国苏联的支持 而南越的背后 则是资本主义阵营美国的支持 这里着重提一下当时我们对越南的援助 我们一开始便制定了全面援越的政策 这种支持就像是父母对孩子那种无私的爱一样 在我们自己都吃不上饭的时候 还对其各个领域进行援建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要什么给什么 总援助达到200亿美元 远在美洲的美国 他想的是帮助越南打赢 从而在东南亚插一只资本主义的棋子 而中苏想的是帮助北越打赢 从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南亚的大团结 以对抗资本主义阵营国家 但是国际形势瞬息万变 从1959年开始中苏关系逐渐恶化 形成敌对关系 双方最后甚至在中苏边境成兵百万 随时准备开党 具体恶化原因 我有一期专门做个介绍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越南这时候看到两个社会主义大哥在恰恰 你不知道该站哪一队 站苏联这边怕中国不高兴而停止援助 站中国这边 当时苏联是世界头等强力的右手 就只能在两边堪当一个两边倒的角色 不得罪你任何一方 但到了1960年 我国在大跃进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压力之下 国内经济极为严峻 因此不得不减少对越南的援助 并希望越南能自力更生 但是越南就是那种吃别人东西习惯了 一旦不给就极为的不适应 从而引起越方的不满 那另一头苏联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加大了援助 所以越南就显而易见的做出了抉择 认了苏联这个唯一的大哥 直到1972年一个中访华 中美两国开始破冰之旅 这在我们看来是国家人正常发展的外交策略 因为从国际市场上来看 母国北边有苏联 西南有越南 东边有日韩 在这样困局之下 我们必须要换一个新的合作伙伴来进行发展 但在苏联和越南人眼里看来 这就是在背叛的宿货主义 也彻底的在越南人眼里成为了敌对关系 于是随后 越南并苏联签订了苏联友好合作条约 意图形成夹击之势对中国进行报价 条约内容加强了苏联对越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真的是要杀就杀 常规武器 飞机 坦克 潜艇 舰艇 只要越南开口 苏联能与 不给 而作为条件 苏联将获取越南金南望和建港军事基地的使用权 只要你轻举妄动 你的头和尾 我都能有拳头打出来 也是在这样的不讲道理的支援之下 让越南一下子就屏障起来了 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苏联 就是自己最强 谁都不放在眼里 然后就做出了一系列的疯狂驱动 第一就是疯狂扩张 妄图吞变周边的老窝和建布寨 从1977年起 便在越境边境不断进行军事挑衅 入境行动 并于1978年12月全面发动了建布寨战争 第二就是挑衅我们陆地和领海的主权 由于有一舰艇的舰队 越南直接单方面的将西沙群岛 河群岛等的岛屿 直接纳入了半途范围 并出兵占领了部分岛屿 在目的上也是不断的挑起事端 单方面改变了中越冰境的标志 蓄意造成流血世界 还不被你同判 第三就是大规模排华 从75年越南全国统一后 在苏联的支持下 便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排斥 华人华侨直接没收起财产 并把华侨赶出城市 而且出境还要叫12两黄金的出境费 导致近200多万华人华侨来民 只能通过偷渡的方式出境 据不完全统计 有近60多万人在海上散生或失踪 也就是这三件事的发生 让邓公下定了决心 教训越南 当时邓公正在美国进行访问 在一次公开讲话中 有记者问及中越问题时 邓公是这样说的 小孩子不听话 要打打屁股 于是在1979年2月17日 解放军便打下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历史28天 以催枯拉朽之势 深入越南府邮 完成了政治上的预期目标后 便撤回国内 沿途并把越南的重要军方设施 全部摧毁 带载了之前我们援助的物资 而这一档 第一是告诉你越南 不要太嚣张 不致你不代表制不了你 第二是告诉苏联 我打他也是为了打狗 郑主警告你 中国人民是够好欺负的 出乎意料的是 战斗打下后 苏联并没有出兵帮助越南 给越南的解释 是他们准备出兵的时候 战斗就已经结束了 而真正的理由 大家自己细平吧 所以说并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句话放在国家之间形容 简直是灵理简直 越南和新人如此 我们和越南之间的战争也是如此 如果把国家比作是人 骂这场对越滋味反击战的背后 展现的竟是野心勃勃而言的战 好了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是真实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的 不妨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